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我努沙龙奖演嘉宾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总结1939年度治安作证魏国的基础上 重用制定出1940年度塑证建设基本方针 强调仍将以治安第一位各项施策的基础 规定方面军的讨法重点 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大后方抗日军民该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由4月到9月 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 重点讨发地区为平寒 金浦两县之间地区 命令要求在1940年度 治安区需扩展到平路 沁水吉泽州新进城平原 大通宝定 石门石家庄和辅阳河 渭河的水路交通 以第一军集注猛军扫杖 山西省北部和南部的抗日根据地 军中是日军1940年度速政讨伐的重点 其1940年度速政建设计划要领中特别指出 该地区接近京津 是华北的中枢 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 为此第二十七第一百一石师团 应在独立混乘第十四旅团的协力之下 自四月上旬起 在方面军统制下 与柳官兵团相配合 准备进行讨议法 抗日根据第四月上旬 日敌开始实施其春季扫荡计划 这次扫荡有迪金谱 平汉岩县之第二十七师团 第一百一石师团和独立混乘旅 第十五旅团各一步协同进行 四月十三日 大清河以北地区 第三千余人首先出洞 将母后安 新城永清之军分区部队袭击 出空后转向北境 结果在桌县东部遭我伏击 被逼百余 不得已于五月底撤回原防 与此同时 担任唐河及猪龙河一带 扫荡任务的敌第一百一石师团 讨伐队 也因两次合击我处立不成 无法再根据地内立组 退回铁路沿县 同样 紫牙河地区 苍石路沿县出洞之敌 也分别在窝北和商家村以东 豆殿 石城镇 刘关庄等地 受当我军的打击 只好放弃合击我主力之企图 结束了全面扫荡 根据地老百姓五月 计中进入卖暑季节 从下旬起 敌再次频繁出洞 四处骚扰 为保卫卖收 中共计中党委决定以破坏交通 封锁日北据点 袭击抢梁之敌的行动 对敌出扰进行打击 六月初活动于恒水一带的回眠之队为典打员 以一部袭击敌安家村据点 主力服于东西康庄 南张桥 白庙 白张河 杨家庄等地 在恒水之敌贸然出源时 予以全歼 六月六日 回眠之队又利用张庄周围有力地形 对永青 韩林 杏花坊等据点 外出袭击群众卖收的敌人 进行了坚决打击 去统计 从六月一日至二十五日 冀中军民为保卫卖手 先后与敌作战四十余次 兼敌八百余 恭喜日北据点九处 张献 文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 2016年版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 术士生雷小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